诶 市长 2026年 台湾会进入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老年人口会占总人口的20%以上 那台北市呢 今年3月 这个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数的17.47 是全国老化最快的城市 那因为这个因应人口的老化 105年的时候 行政院就推出了一个 长期照顾10年计划2.0 106年也编练了79亿的经费 那去年我曾为106跟107年 连续两年中央补助台北市长照经费 市府执行不力 几乎一半讲回去做过咨询 那么今年呢 中央又核定了11亿7千多万元 那截至目前 这个执行率是4成 照这样下去 应该年底是可以达8成 但是这是应该 所以我希望在我的执行之下 你更要去加紧努力 最好可以把它用满 好不好 因为我们真的台北市是老化最快的一个城市 可是时间暂停 看下面的表 下面好来 可是你看哦 上面的这些资料 你陆陆续续看好几张表哦 它不是只有台北市在发所谓的时间暂停 不是这张吧 不是台北市在推长照 你很多的县市 其他的五都也都在推 但是大家都在发重阳金劳理金 独独台北市不能 那这个到底是台北市政府你的经费 这个变列这样的一个能力 还是执行力不好 或者是你就是不喜欢销灰潮水 所以还制造一个世代对立 你看嘛各县市都在发嘛 对不对 而且各县市都在推长照嘛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在推 别人没有在推 哈 哈喽 不打我啊 市长 就是你啊 这个这是这样嘛 如果有钱的话 我是主张先 那台北市首善之都耶 不是 难道你最没钱吗 不是啊如果有钱我们要先花 我要先解决那个老人的健保补助 诶我正要告诉你没有错 因为你当初取消掉60到65岁的这个健保补助 很多长者都气得不得了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你可以先优先发放吧 这个是这样嘛 是不是 因为那个如果要补健保补助 我们大概从17亿要增加到34亿 我要先准备14亿嘛 对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恢复 我们正在筹钱 筹钱 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恢复吗 你打算 最慢应该是明年那个编预算均 还要等到明年啊 明年正式编预算均 我们要先 你可不可以今年编然后明年发 对啊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 今年编明年发 但是我们要先找到14亿的那个钱要在哪里 市长我跟你讲 你有些地方不该浪费的你浪费了 这个地方你只要省一点 你还是可以挤出钱来的啦 对不对 14亿的 可是这个是必要的啊 因为医生出生的你 应该知道说60岁到70岁 这是老人黄金期嘛 对不对 健康黄金期嘛 这个时间给他好好的照顾 他就可以活得比较久不是吗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哦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就不要再拖了 你要恢复这个老人的健保补助 60到69岁这个阶段要恢复 65 65 65哦 好吧那也可以嘛 你先从65开水吧 对不对 现在正在抽鞭了 那个钱要抽 对啦 反正总而言之 我希望你今年一定要去抽错到裁员 现在再努力找钱了 好 那另外呢 从阳金老理金也要努力啦 因为我们党团都提出来了 对不对 他们希望透过台北市 从阳金老理金 自送自治条例来恢复 连其他的党派都加入联署了 你知道吗 那你还质疑他的合法性 那同时还叫局长去召开记者会 你故意用什么 研考会的民调 来淡化我们要恢复 重阳金老理金的一个合理性 这个居心叵测你知道吗 是的 你是想住大会的人哦 如果你不发 我想其他五度的老人都会很害怕 他们会害怕 万一你当了总统以后 全国取消重阳金老理金 所以啊 坦白讲啊 真的 你还是多尊重长者 还是思考去恢复 重阳金老理金吧 好不好 还是想一下吧 可以吗 想一下总可以吧 不是啊 我们那个有优先顺序 总不要再找任何的借口 来聚发重阳金老理金啦 不是我刚才讲过 我优先顺序是先解决健保补助 健保补助绝对要解决 但是 重阳理金代表是对长者的一种尊重 我觉得 这个台北市如果没有这些长辈 坦白讲没有现在进步的城市 好吗 好再来 你记住哦 你自己讲的 时间暂停 下一个 好来看这个 你所谓的扩大功能 使用进导卡的一个使用的状况 平均每个月把480点全部用完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才18974人 才占4.42% 换句话有九成的人平白无故就被吃掉脸素了 你知不知道 而且还出现所谓的余额没有办法用尽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累积到下个月 这个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大饼吗 对不对 看不到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整体在检讨了 是啊因为我在民政部门就跟你提过这个问题嘛 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大饼吗 所以你真的是要检讨了 那你们告诉市长 我有跟你们要求说 改善进导悠游卡 480元的额度没有完 就要累积到下个月 而且希望他也有能够小而消费的功能 对不对 你要提高长者使用这个进导悠游卡的意愿嘛 否则你就是骗人的嘛 对不对 你给他480块 他几乎都没有用完 那如果你让他有小而支付的功能 他可以到超商去消费 我相信480块是用的完的啦 好不好 所以你是不是要做这样的努力啦 市长 他全部用完啊 一年变5760块 好啦 我希望你尽量嘛 你总不要让他等于是 不到4.42%的人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努力就对了啦